开锅了 这个里面放了红茶 荷叶 还有香料 里面有两千多个 一锅能装三笔子 这个厂子有三个 一天能生三十两十万枚 就是不加班的情况下 一年最少也得买两三千万枚 这是从西岸过来的土 六千多块钱一堆 比一千都贵 这一堆都多少钱 大约的八万块钱左右 一锅鲁鱼得多钱了 咱本地土就不可以了 人家虽然是红土不加 咸的效果那就不一样 从西岸过来的红土 咱咸出来松下溜油 这泥里边是不是加调料了 加调料 比一加调料 不方便耍了 成了 这三天的酒就不停了 看了看 是吧 这有盛黄 三十五天到四天是最佳 现在这里有多少 二十多万枚 搞空气时候一天不够 一天能卖多少 一天最高分卖三个 这个是来接咱们的吗 对 来接我们的 别说说帮我们上来 叔 再见 好啊 快点 你不够啊 他家有那个海轮 六千五百万 我姑父买的 他是我表弟 你小的时候你们家就有团吗 对 我们这边都是有团的 十五岁开始做东西 都五年了 人生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经商 我们文山湖的马鸭是 中国四大名鸭之一 然后都吃狐狸的这种 杂草之类的 小鱼小虾 还有那个田螺 从这往那走 都是我们的养鸭基地 四大爷 四爷 前面那个是三大爷 这个是四大爷 二大爷家不养鸭子 这个你不是欠一下 是嘞 我摆了 我不可以 我今天没打扮了 漂亮了有点 这个小船我从七八岁就会开 这个不到两千 这一盆不到两千 加起来多少 加起来一万多只 那边也有 这个固定是 要了四多年了 这个岛都是你的是吧 是的 这个固定是的 哦哦哦哦 吃这些杂草老虎的各方面 它就是 散散量高一点 一天一万 我就靠你四大爷 这样擦酸吗 不擦二干斤 你自己卖吧 五五 一磅子帮三十三斤 这里面都是红土 和盐 没自己配置的调料 这个红泥 必须是鲜的吗 对 必须用鲜的 这个要腌制45天 这一个鸭蛋裹多少年 一样 这一个鸭蛋 它就裹上一层就可以 我们基本上都是按 按规定配置好的 我们这老的上的都是女腔的 这是半机器 半手工 整个流程是五遍 然后最后一道东西 就是光碾 换一袋破袋 可以吃不吃不吃 这是二次清洗 洗好了以后需要煮一下再烤吗 不是的 我们直接就生的直接下锅了 这个一锅得烤四个小时才能处成片 这多少度烤呀 最高到12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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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瓣 个个都这样吗 对 基本上95%以上都是这种 蛋黄蛋清 口感都比较好 它不是太咸 孩子都能吃个两三个 你也喜欢吃 嗯 我们家孩子每天来到 都师傅都吃两三个 早上早点都是吃这个的 就这蛋清空口都可以吃 像我们北方人吃的话 就属于正好 南方人的话就稍微有点危险了 配个煎饼呀什么的吃 整体这个鸭蛋的话 它带着那种焦香味 蛋黄吃的这种沙沙的感觉 就跟那个蛋黄酥 它加工过以后 里边那个蛋黄一样 特别沙 看一下这个油 点一下